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年来 各地的同学们 有很多人 关心梅头村 对于这个想法 非常的向往 常常有人来问 今天 是在1983年 我第一次 因旧金山 同学们的邀请 在那边 做去天的讲言 这个讲言的地方 是当地 一家老人公寓 干老太太就住在这个公寓里面 以后 金定州先生也住在这个公寓里面 干老俱司 是我早年的活法 早年 我在台中求求 在台中住了十年 他照顾我的生活 十年如一时 我对他非常感激 他是在今年 往生地 九十多岁 那么那个时候 他邀请我到他们老人公寓 在老人公寓的一个大厅 进那个地方 开讲 我参观了 这个老人公寓 听说 这个公寓 是犹太人办的 一共有四百多个单位 每一个单位的面积 大约十五平 这个台湾人讲平数十五平 一平十三十六平方英尺 那么这个面积 大家就很清楚了 并不大 他一个单位 有一个客厅 有一个小厨房 有个阳台 有一个套房 住在这个公寓里面的老人 大多数是单身 也有夫妻 一起住在里面 两个人住 所以我估计 他这个公寓 这个居住的人数 应该是五百多人 不到六百人 五百多人 我们在这个地方 讲也非常欢喜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了 往后佛教的道场 就是这个现实 旧金山 这个老人公寓 好像是七层的建筑 面积也相当大 他还附设了一个幼稚园 这犹太人聪明 居住在公寓里面 这些老人 每一天都能够跟他的儿孙 接触 他的儿子媳妇上班的时候 把小孩送到幼稚园来 那么这些小朋友 在下阔的时候 会敲他们的门 看看他们的爷爷奶奶 那么在一块 欢居大概十几分钟上阔了 他就要到教室去了 所以老人呢 他有温馨 也不会劳累 每一天都能够见到家人 想法周到啊 我看到很欢喜 那么一般居住在老人公寓 美国政府啊 都有津贴 那么他们不是美国公民呢 也都是美国永久居住 所以美国政府啊 都照顾这些老人 每个月 加州比较上富裕 大概每一个老人的时候 一个月可以领到500美金的生活费用 在物费生活上呢 他们无忧无虑 生活非常安定 所以缺乏的精神生活 因为今天的社会 诸位都晓得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居住在同一个 同一栋 老人公寓里面这么多人 四五百人 来自不同的国家 我们知道美国是接受全世界的移民 这个注重来自不同的国家 来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当时我们在老人公寓里面 讲言佛法 听众大概有一百多人 在我想的时候呢 这个公寓里面居住的一些佛教徒 他们来了 环游当地一些佛教的信徒 这些人的亲戚朋友 我这是第一次到美国 第一次在美国做佛学讲言的合同 往后 那个规模就越来越大了 这头一次 我所接触到的环境 使我感想到 这些老人应当有今世之苦 他们自己一生 事业也完成了 儿女都大了 一切都放下了 现在住在这个老人公寓 安享万年 这个物质生活条件呢 这是没有问题啊 这是无忧无欲 精神生活非常贫乏 许多老人 吃饱了之后 没事情做 在阳台上晒太阳 我们中国人 所谓的坐痴等死 老人公 急急呼呼 每一个星期 都有人生病 走了 在这个餐厅里面 几乎 常常看到 这个座位上那个人 没有了 走了 这些事情 我们想想当中 给这个老人 是很痛苦的 打击 在佛法里面 在精神上的折磨 看到一个一个走了 不晓得到哪一天 轮到我自己 所以他们面孔上 没有笑容 没有欢喜 这是我们看到很难过的 这是我们看到很难过的 一年 一年当中 一年当中 有几次 而且时间都很短 我在那里面 搞一个星期 讲一个星期 算是长的了 这个星期 这稀有的英年 那么一般 其他宗教 穆斯神父 到那个地方去传道 带着大家一起祈祷 只有几个小时 一个月 难得有一次 所以我就感到 老人精神生活 比物质生活还要重要 物质生活在丰厚 他活得是富而不落 没有快乐 如果精神生活丰富 物质生活平乏一点 平而落 注意想想 富而不落 贫而落 这两种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我相信聪明的人 一定会选择贫而落 生活的快乐 这个重要 所以我就想到 我们中国 古圣仙仙所讲的 幼有所长 壮有所用 老有所种 我多年在讲习里面 常常提到 中国人传统的理念 青少年 青少年的时候 奠定 富得的根基 所以管教很严呢 中国人 中国人传统的教学理念 三字经上都讲到 熟心肯定 人心本善 人之粗 心本善 佛法里面 熟心肯定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既然有佛性 他都能够做佛 基本的理念 那么一个人 能不能成圣成行 成佛成菩萨 关键在语言 语言不同 语言里面最重要的是教育 换一句话说 你有没有机缘 受到好的教育 关键你一生 一生的幸福 关键到 专迷为物 转返成神 教育是世出世间 低等的大四业 中国人聪明 古圣先行都知道 这些从事于政治 现在人家 政治家 古时候家 圣王 民主 那个名是光明的 民主 圣王 他们知道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教学 是一生 一世的 儒家 儒家 讲的 开始 从太教 母亲 怀孕 就教他 还没有出生的 婴儿 怎么教法呢 思想 要成正 言行 要端庄 为什么呢 你齐心动念 一举一动 影响太耳 所以 邪思 恶念 不能一化 齐心动念 纯正 言语动作 要守礼 希望 给这个婴儿 有最好的影响 正面的影响 这是真正 爱护自己 下一代 抱取 下一代 出生之后 他眼睛张开了 他会看 他的耳朵 他会听 父母就是他的榜样 就是他的电信 所以 父母在儿女 面前 言谈 举止 都不能 离开 道德 都不能 离开 礼意 小孩 小孩还不会说话 让他看 这个样子 把 仁义 道德 灌输在 他的心灵里面 在这个地方 仁义 同盟 养正 在佛法将至 养他的 正知 正经 父母 这是 他的责任 要养他的儿女 教他的儿女 怎么教呢 一生做自 所以在儿女 面前 要特别端庄呢 不能够随便呢 就教他 到渐渐 长大了 五六岁了 就可以上学了 就教给老师 老师跟父母 两个人 密切或者 把这个小孩 叫成人 老师的一举动 是学生的 母范 学生的榜样 老师叫学生 校替中心 特别着重在小题 教导他 知道父母的恩德 父母教导儿女 教导他要尊死 正道 这个要第三者教 才好教啊 你说做父母的人 我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要孝顺 那个儿女反问的是 我为什么要孝顺 这个话父母说不出口啊 谁说呢 老师说 老师在第三者说 那么老师对学生说 我是你的老师 你要尊重我 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啊 那这个话要父母教 你看看 老师跟父母密切配合 这个 青少年才真正懂得小道 才真正明了私道啊 世出世间的大道啊 是建立在孝道跟私道的基础上 你看看佛法 敬业三福 是根本的根本 一开头 头一句 孝羊父母 第二句就奉死司长 你们想想 这样啊 顶定一个人的 个性的根基 个性一定从小顶定 如果小的时候 疏忽了 长大了 没办法 为什么呢 它染上了很多的卧席气 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教一个人 一定从小教 父母懂得 又有好老师 能够密切配合 这个语言好 这种人 纵然不能成为大圣大行 不设为正人君子 在佛法里面讲 他在这一生 他不会做卧室 他是善人 他是贤人 这种人将来不舍人身 这最低限度 如果遇到更好的 增上人 老师 同学 善有 善知识 他可能 他可能 破弥开悟 他可能 超凡入身 善道大师常讲的 总在 语言不同 能给一切众生 做最好 赠上语言的 这个人 功德可大了 哪些人呢 那就是中国人 常常常赞叹 凉莫的 古圣 先王 从前帝王都成为圣人了 真的 哪一个朝代 开过的这个帝王 确确实是圣人的 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痛大明了 用现在的话来讲 明白人 不糊涂 所以他的教化 是成功的 是圆满的 是对一切众生 带来真正的幸福 美满 得到人民的敬爱 不什么有道理 这个里头 一丝毫的 勉强 都有 所以从小 甸甸代行 在长大呢 成就学问 清静老师的时候 还未有成年 大概在十二岁之前 是以道德教育为主 六七岁开始呢 叫他读书 俗读的经论 直教读 不讲解 天天讲的读 都变数 老师 启蒙 就是教剧斗 教你念得很熟 统统都能够背过 因为这个阶段 人生这个阶段 记忆力最好 要发挥 你这个 生理上的特长 应当要记住的东西 在这个阶段 通通通通叫你 把他记住 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所以小学是背书 没有讲解的 小学学理 道德 落实 在理解里头 随小学生学理 学唱歌 这个歌词 就是诗词 这个诗词 教小学的标准 空老夫子 你看看 他所删定的诗经 标准是什么呢 诗无邪 诗三百 一言而闭之 月诗无邪 使他有娱乐 也很活泼 没有写思 奇心动念 都正 纯正 父母思长 给他做的好榜样 那么到十三四岁 只会开了 他应该记住的东西 那全都背过了 十三四岁是进太修 中国古时候 这个教育 只有两个阶段 小学跟大学 太学叫大学 没有中学 小学里头是同盟养正 太学里面呢 那就是完全讲解 研究讨论 所讲解研究的东西 就是你从前所背过的东西 所以上太学也很自在 非常快乐 不要用书本 哪里像现在读书的时候 参考书籍一大堆类似人 那个多数苦啊 古时候多数落 他小时候都背过了 上太学 听老师讲解研究讨论 不用课本 老师也没课本 老师也背过嘛 跟你讲哪一篇 比如说讲理机 讲大学这一篇 甚至于讲 第几页 第几行 什么字 大家都清楚 统统背过 中国古时候 不是没有科学 有啊 所有的这些书本 不管是哪个地方 看印的 没一面 少 每一行 二十个字 统一的 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说第几行 第几个字 不管哪个地方印的书 古时候印的 现在印的 都一样 统一了 不像现在 现在很麻烦 每一家这个出版商 这个书店印的书 夜宿航书都不相同 带给这个学习的人很多困难 那么诸位 你现在看这个四库全书 我们这个教室里的游 你看四库全书 每一面 啥 每一行 二十个字 统一 这就是科学 所以老师带学生 大概一个老师只带十几个学生 为什么呢 学生再多了 老师的精神 体力照顾不到 是小班智 给你开这个空母 开鱼鱼 开孟子 那么这个学习期间 大概一般都是三个月 不会超过半年的 一个科目 它是一个科目 一个科目 不能同时学很多个科目 为什么 你分心 你的精神意志不能击中 开一个科目 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只想这个科目 只想这个科目里面的内容 精神意志统统集中 这个教育方法好得不得了 佛法 佛法也是如此 这个道场很大 出家在家修学的人很多 佛法一开端 也是背诵 你所学学的经典 都要背诵 你上讲堂里面 讲堂里头没有用课本的 这个我们可以从古代 这个变相图里面能看到 你看祖师大的讲经 竹讲的人坐在上面 听的人都在下面 一钩钩坐的 你看到有哪一个人拿书本的 拿经本的 没有 这一部经 比如说我们讲米桃经 米桃经你不能够背诵 你没有资格进讲堂 这个大经就更难 不是华严经这么大 华严经不能背诵 你没有资格进华严经 不像现在 每个人都有经本 在从前哪有这么大的佛报 古时候没有印刷书 这个经本是手写的 那学经的人到哪里去学呢 藏经楼去借这个经本 你自己抄 你自己手抄 你自己要不肯手抄 那你就得不到这部经 你想学哪一部经 你就抄哪一部经 藏经楼给你提供原始的资料 你自己去抄 印刷书的发明在宋朝 木科版本这种方法 是宋朝时候发明的 宋以前全部是手写的 就手写的 宋朝虽然发明了 这个木科的这种印刷 木板印刷 很费工夫啊 我们知道 这一卷一卷 大概一卷呢 短的十几页 长的五六十页 超过一百页的很少 这个印刷工人 一天能够做几卷呢 你讲这个生产的速度 现在诸位到精灵客进处去看 他那里还有木科这个印刷 一个人 一天大概只能做四卷呢 你就晓得这个印刷的艰难 金本很不容易得到啊 所以即使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一般真正读书人 或者是初家人 他们学习经典还是用手抄 我这个年龄初学佛的时候 也是超经啊 那个时候在台湾 台湾书店没有佛经流通 台湾印金 在我那个时候 好像只有三家 印佛经 数量很少 价钱也很高 台中有个瑞城书局 台南有个庆方书局 台北有一个台湾印金处 祝金舟老局是主持的 三家了 这一个金本好不容易啊 数量又少 种类又少 有些我们想多的金啊 他们没有 那只好到寺庙 这个藏金楼 借藏金来抄 藏金又不能拿出去 只有利用说 星期假日 到了那去抄 不是容易死去拿 所以你要情蛇 要好蛇 你才会有成就 这实际上 辱佛教学都一样 蛇问知识 怎么成就 很辛苦啊 哪有现在啊 现在人佛报是真大 真的是心详四成 详什么 有什么 但是他不用功 古人要看到今天现象 叹息 他们想学得不到 你们垂手口的不肯学 都是欲言不同 学成之后 大概成年了 二十几岁了 你看 道德 有了根基 学问也成就了 都是古神仙仙的大道 聪明根性力的人 十几岁参加考试了 考秀才 这个秀才 举人 敬思 用今天的话来说呢 是学位 这个学位是国家承认的 社会承认的 你考取这个学位了 在古时候叫公民 现在人叫学位 就好像这个 学四 硕四 是Boss 秀才 是学四 举人 是社四 敬思 是Boss 最高的学位 所以国家这个学位 分三等 现在大学里头 也是三等 那么你考取之后 得到社会的肯定 国家的肯定 国家就希望你出来为社会大众服务 那么你要是乐意为社会大众服务呢 多半都走参政 从地方官员做起 十几岁 十几岁 在从前做县市长的很多 二十几岁 不到三十岁 做省长的很多 真能办事 真能够办好事 真正是青年才运 这样培养的 所以 二十岁之后 大概到六七十岁 为社会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为国家社会人民造服务 到晚年退休 到晚年退休之后 想福 他想的什么福呢 想的是他造的福 所以 这些读书人 他们真的有智慧 有德行 他希望自己将来晚年 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现在就要造福 要把社会大众教好 他晚年才有福祥 那么他教的是什么东西 孝体忠信 离义廉耻 学的是这个 一生行的是这个 教化众生 教化社会 也是这个 他晚年当然下福 儿女孝顺 晚辈孝顺 得到社会 青少年天孝敬 这个佛法 讲得很明白了 如是阴 如是云 如是古 如是报 故事和有 朝朝代代 都有 现在没有了 现在为什么没有呢 没人教了 从小父母也不教了 老师也不教了 我这个年龄 站到一点边缘 小我三岁的 就没有了 这个教学就没有了 所以我受到这一点教育 我的弟弟就没有受到 他小我六岁 明明都没有站上了 我这一点 孝亲 真思的 这个理念 从小父母教的 六七岁上私塾 老师教的 我在私塾里头 大概只念了半年 一年都不到 这是接受中国真正传统的教育 大概是半年以后 这个私塾就没有了 就改成学校了 改成 那个时候叫短期学校 政府规定就新的课本了 从前私塾里面 叫四书五金 我还没有念过四书五金 我记得我上那个四书的时候 念三字经 白家信 又说穷林 念这些东西 天天背 天天念天天背 老师教导 这啥啥应对 教怎样 奉尸父母 怎样对待兄弟姐妹 怎样 怎样与灵力相当 相处 讲这些东西 他的中心的 这个教学的 原理原则 就是校提中心 理念之 八德 但是 改成短期学校呢 这些扩程就没有了 那念的扩盆 好懂啊 小狗叫 小猫跳 就叫这些东西了 是很好念 但是 这一生当中 没有用处啊 年轻的时候 哪里懂得了 到现在年老的时候 才知道 才知道 这个 明国成立之后 这些教科书 所需费所用 四叔里面那些老东西啊 一生受用不尽 万年享福啊 我们看到 性情 这个时代 人口老化 越来越严重 年轻人 不愿意 生儿育女 为什么呢 感觉太麻烦了 所以造成这个社会现象 出生率降低 人口老化 不断在增长 所以老人福利四业 是今天全世界 每个国家地区 都非常重视 虽然重视 一般主政的人 半事的人 他自己没有老 他不知道老人的苦楚啊 他给老人所想的 不知道啊 只想到照顾养老 只养他的这个身体 物质生活 照不到 精神生活这方面呢 俗活了 他没想到啊 我在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 有一天 访问一个天主教的 养老院 天主教的那些修女们 院长是修女们 里面工作人员 里面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修女 很有爱心的 很慈悲 我们见到之后很佩服 很正经 真的是尽心尽力 有爱心 我跟院长说 我说他们的精神生活 你们是做些什么 他告诉我 天主教办的有很多学校 有小学 有中学 经常有这些学生 到这个老人院里面来访问 表演 跟老人来共享娱乐 但是老人 不接受 不喜欢听 他把这个话告诉我 我说对了 不但这个老人不愿意听 今天这个小孩唱歌跳舞 我说我也不喜欢听 他就很奇怪 他说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这些人 听到现在的这些新的 像这个TISCO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看到厌烦 讨厌 他说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把 四五十年前那些老郭 拉出来表演 我们会鼓掌 会唤醒 为什么呢 让我回忆那个时代 我回忆那个星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这些人听到现在的这些新的 像这个Tisco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看到厌烦 讨厌 他说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把四五十年前那些老郭拉出来表演 我们会鼓掌 会幻想 为什么呢 让我回忆那个时代 他懂得了 我说你就找老郭 表演的东西呢 你找了个老的电影 四五十年前的老的电影 你来放保险他们干净 能够引发了他们 那个时代 他什么时代的人啊 你要用什么时代东西去供养他了 中国人寄祖先 古离寄祖 为什么用变斗 今天讲变斗 大家不懂了 变斗是餐具啊 古时候没有现在这种精致的这些餐具啊 那个餐具是用木头做的 竹子鞭的 为什么用这个呢 他那个时代用的 你用他那个时代用的 这是对他的尊敬啊 用我们这个时代用的时候 他看到难过啊 我们用的餐具不如你啊 会看到难过啊 你用他同时他欢喜啊 藐视对他的尊敬啊 这个修女明白了 我说儿童表演 为老人表演 应该特别去练习 把这些老姑啊 去练几手 到这个地方来唱歌 这些老人听 我相信老人一个个非常欢喜 啊 喜欢这些小孩啊 这才是懂得了 所以尽量去收集老姑 啊 收集老的影片 啊 如果有这个机会呢 啊 请这个地方歌剧团呢 来表演 你像中国这个平剧 啊 地方戏剧 所有演的 都是古老的这些东西 这个诗 这个诗老人很喜欢 要懂得 养老啊 要养老人的这个心啊 要养老人的情绪啊 这个重要啊 让他开心啊 啊 你们现代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看起来 看不惯啊 你在他那面前表演 他厌烦了 他怎么会有笑容 啊 演完了之后了 拍这个手 那个面孔一点表情都没有 拍的掌声也不响 我说 你们是不是这样呢 他点头说 没错啊 你不懂得老人的心理 你不懂得老人的需要 啊 所以我到老人院去访问 给这个 这个里面的一些 负责的人员 啊 他们的院长 给他很大的启示 啊 注重 老人的精神残酷 这比什么都重要 啊 所以文艺的这个演出 不能没有 而且要常常有 啊 同时要多跟老人交谈 他喜欢什么 我们找什么来表演 啊 你自己主动安排 你不跟他们商量啊 啊 未去问他们 很难 你给他永远有个 啊 所以 老人院的这个负责人 要把老人看作是自己的父母 长辈一样 常常跟他们谈话 啊 啊 常常去询问他们 哎 想听些什么 想看些什么 啊 想知道些什么 满他的愿望 家人父子欢聚一堂啊 没有个个爱点 啊 不要让他自己感觉到我住在老人院 很可怜啊 啊 家人父子都不照顾我了 啊 今天的外人 把你看作外人 啊 外人当然 听你的安排了 不好意思向你过分的要求啊 啊 你要把这个障碍把它画出 一家人 啊 他可以随意提出他的愿望 他的要求 我们尽心尽力啊 把他办到 满他满足他的愿望 啊 那当然 啊 这个 精神生活 再向上提升 那就是 说出讲座 啊 老人喜欢听的是什么 听的是道德 真的 笑题中心 李毅连迟 这些故事 啊 像我们现在这个 对于扩本 那老人喜欢听啊 啊 啊 即使是地自规 我在此地也听到 当地 这个 澳洲的一些 同胞们 啊 这是 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们听了之后 都点头啊 做人应该是这样啊 你看看这个回响 你看看这个回响 啊 他们听得欢喜啊 啊 虽然是老了 这一生没有学过了 阿赖也是地种了种子 莱森他会学啊 不是没有用啊 他管用的啊 跟他们讲英国报应的故事 讲三世英国轮回的这些故事 他们喜欢听 他们知道 人还有来世 啊 那我们现在虽然晚年呢 还有几年好好的来修行 把自己不善的念头放下了 抛弃掉啊 培养自己的善心善念善行 来生有好去处啊 告诉他 将来死的时候没有痛苦 死的时候 自己知道到哪里去 知道什么时候走 快快落落地走 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期望 能把这个道理跟他讲清楚 他相信他能接受 他能理解 再把方法交给他 决定成就啊 那再有一两个佛教徒表演给他看 他信心十足啊 真的快快落落走的时候 没有一丝毫恐怖 啊 跟大家 辞行告别 我要走了 跟着老幽说中啊 要帮助他 要帮助他了 来生不夺我道 帮助他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这是我们真正的孝敬父母 啊 啊 这个孝养父母 这是真正做到的 这老年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啊 不要有分别 啊 年轻是我们兄弟姐妹 啊 我爱我自己的父母 我爱别人的父母 跟爱自己父母 无二无比 啊 我照顾自己父母 跟照顾别人父母 没有两样啊 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啊 是他真正明了 肯定他在这一生当中 进入这个退休村 才是他真正一生当中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 啊 这样的这个退休村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啊 啊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退休村很多 老人公寓很多 人家都在做 我们做他干什么 没有必要啊 啊 我们今天做退休村做老人院 是把它当做道场做 把它当做个大家庭做 啊 家庭化 学校化 这个就有意义了 啊 道场化 而且是个多元文化的大道场 啊 我们样样都要懂啊 我们请法师居士来讲佛经 我们懂佛 我们也请牧师神父来讲 心就有 心就有 啊 我们对于犹太教啊 基督教 天主教 我们也要学习啊 我们也要懂啊 光修多文啊 啊 我们对于伊斯兰教 我们来讲这个师父来讲这个古兰经 哎 来讲他们的精神生活 啊 讲他们的 这些礼节为常识要广泛 这个是不断在交流在沟通 从这个地方乐时多样无法 我们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族群 我们生活在一起 彼此互相照顾 一点矛盾都没有 老人 身体跟精神 有密切的关联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很深的体验 当一个人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时候 他把老忘掉了 他这个时候没想到老 也没想到病 工作太多了 上班的时候工作 下班的时候还是想到他工作 下班的时候还是想到他工作 一旦呢 到了退休年龄呢 他退下来了 没有工作了 他就忽然想到 我老了 过去天天想着工作 现在没事好想 没事好想就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里头最严重的病 老了 老了 就生病了 所以老了之后 天天想病痛 怕这个毛病 那个毛病 天天想着这个医院 那个医生 这是什么药 天天想这些 大概退休两年 要是不见面了 在碰到的时候 突然感觉他 他好像老了十年一样 老化的那么快速 这个实际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一切法重新享受 天天想老 那怎么会不老呢 天天想病 没病也想出病出来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 这个事实 形象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许多朋友 同学 同思 一旦退休 年三年没有见面 在一见面的时候 我爹赶祖 他突然老了 一二十年 严重的 你看到他 马上就衰老了 稍微轻一点的时候 大概也会老个十年 他们不知道 我们清楚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 很明白了 经随心转 一切法重新享生 我们都在生活里头得到证明 那么我的年岁不小了 一般人都看到老人 我为什么不老呢 我没想过老 这个头脑里头 还没有脑的这个念头 没有病的念头 我心想里头 没有老 没有病啊 所以不老 所以没有病啊 你们喜欢想老吗 喜欢想病 那有什么法子 我这个念头里头 怎么样修养自己的代谢 怎么样帮助众生 破灭开悟 帮助众生历苦得乐 我除这个念头之外 没有咋念啊 怎么样 做一个好样子 给社会大众看 今天社会 是这个社会上一切众生 不孝啊 我要怎样 做一个孝的样子 给他们看 不剃 剃是什么 有爱兄弟 今天我们在看到 社会上 这个兄弟 真才 真利 把至亲锅肉 忘掉了 繁木成仇 太多太多了 兄弟姐妹 为真 财力 上发亭 这成什么花 我们怎么做法呢 我们出家 出家有个小道场 人家要要 我们欢欢喜喜 让给他 送给他 我们也上发 那才对不起 释迦牟尼佛了 别人真 我们让 我们欢喜 不失供养 我们懂得 命里头有的 丢不掉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写掉了 那个地方就来了 来的比你写的一定还要丰富一点 就好像有利息一样 他加点利息 我学佛这五十年 你们很多同学跟我时间长点 你亲眼看到点 处处 处处 忍让 欢喜 忍让 自己生活 简单 越简单 越好 心安 利得了 不求人 不叛缘 我生活需求很少 有这个缘分 有这个佛报 一定要懂得与一切苦难众生共享 这一切苦难众生 绝对不是只有佛教族 我不分国家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众生无边事远度 没有说直渡我们同一个族群的 我们同一个信仰的 没有 众生无边 你想想看 这个里头就有不同的国土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平等的去渡 这个渡的意思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帮助 关怀照顾 我们要用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关怀一切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国家 平等的去照顾 这个里头有大快乐 乐此不疲呀 这就真快乐 这个快乐绝对不是什么习次来刺激的 是内心里面涌出来的 佛家讲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我们这个时候才体会到 为什么祝佛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度一些众生 不疲不疲不疑 小的 这里头大落在 世间没有这个乐趣 人间天上都没有这种快乐 永远遭遇不到挫折 永远遭遇不到磨难 磨难挫折有没有呢 有的时候也有啊 一来马上就化解了 什么化解的呢 智慧化解了 在这一生当中 没有做一桩对不起众生的事情 没有做一桩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你说你有多快乐 齐心动念的从来没有为自己 为别人 为别人没有得失 这事情做成功了 众生有福啊 三宝加持啊 与自己不想干啊 事情做失败了 不成功了 众生没福啊 佛福萨想加持加不上啊 成功 自己没有得 失败了 失败了 自己没有得失 没有得失 不像世间一般 一般这个迷惑颠倒啊 他的得失心太重了 他得到欢喜 胜掉了忧愁 他能永远得到吗 他还有死的那一天 死了那一天 什么也得不到 苦一味道就来了 人为什么那么怕死呢 其实怕死是怕什么 怕死掉他所得到的一切 怕这个 第二个叫迷惑颠倒啊 不了解四十真相啊 四十真相啊 事出世间一切法 原举原散啊 你真正明了四十真相啊 原举没有得 原散啊 没有失 哪有得失这个妄想呢 人没有得失 你说多快乐 没有得失就没有生死 了生死啊 你要懂得了什么意思 你要是明了啊 明了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 生死是一回什么道理 搞清楚之后 才晓得真的没有生死 没有得失 这个时候真是智慧 天气恶 佛法里面讲的 得大自在啊 一般现在人 年轻人听不进去 中年人听不进去 他觉得他的事业还不错 天天打这些妄想 根本就没有想到 宇宙人生大道理 到他退休之后啊 天天没事情干 天天在那里吃饱饭 看太阳 胡思乱想 这个时候给他讲这些道理啊 哎 他会听啊 他越听 觉得越有道理 所以 现在众生的更新 什么样更新 是得度的机缘呢 退休 退休之后啊 是得度机缘成熟 啊 我们要帮助这些人 破迷开悟 转烦成圣 你要抓住机会啊 这个叫实戒应援 不能错过啊 不能错过啊 所以在他没有退休之前 少壮的时候 只能够跟他阿赖也是种一点种子 啊 他没有办法 心结 这是真的 那行政当然就更没有了 啊 所以 在这个时候 只要他对于佛法有正确的认识 就够了 啊 知道佛法是一门大学文 知道佛法对于人生对社会是有利益的 只要他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啊 我们认识佛教就足够了 啊 真正想去研究想去学习 退休以后的事情 那么这个在佛法叫观机应机说法 啊 同样是一个人 他幼年的时候 童年的时候 少年的时候 青年的时候 壮年的时候 壮年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 不一样啊 什么不一样呢 理念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我们明亮的时候 在什么样的一个实际因缘里面 我们用什么方式跟他交往 啊 所以佛菩萨活活活活活活活 这把面年龙啊 啊 每一个世界 这个这个 不同世界 因缘的众生 都能够欢欢喜喜相处 这是智慧 这是等等 给年轻人的相处 给老年人的相处 跟年轻人说年轻人的话 跟老年人说老年人的话 跟小孩说小孩的话 都是朋友啊 一律平等啊 跟不同族情况来 没有一样不随顺啊 你们在新加坡 有人看到我的时候 我进西克教堂 我也拜他们的神啊 他们的信徒看到我都很惊讶 这是我们尊重他 尊重他就是尊重他所侍奉的神明 就好像我们跟朋友往来一样 我非常尊重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的父母亲 我的朋友的祖父母亲 我怎么尊重 当然尊重 你对他们要不尊重他 那你对这个朋友 我根本就不尊重 做人基本的道理啊 这样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知交 真正的朋友啊 那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都都非常忧虑的冲突 这样能化解冲突啊 所以教育 我们今天所从事的 跟中国古老的这个教育 是一生一世的教育 活到老 学到老 所以这个退休村是学校 我们把学校 把退休村 把修学的道场 融合成一体 这个有意义了 这个退休村火了 绝对不是默契沉沉 你们如果细心一点 你就参观这个老人公寓 参观退休村 你一进去 你也是细心的话 你就磁场不一样 强烈的比较呢 你去看一个小学校 看个初中 你看这两个年中学校的磁场 跟那个退休村老人公寓的磁场 完全不像头啊 一个有生气 一个木气沉沉 所以 我们看到了 我们明白了解了 怎样把木气沉沉的老人公寓退休村 把他活泼起来 生动起来 让这些老人在这个时候 他需要 他需要什么 不死 我们要把 我们要把不死 这个学问 这个事实传授给他 不病 不死 老人天天想着病 如果念头转过来 你本来一生病 念头一转过来之后 病就没有了 自然就消除了 哪里需要医药呢 用不住 用不住 我们在修学这么多年当中经验里面 我们是实验得来的 不是在那里空想的 不是听人说的 不是经本上讲的 我们通过实验 证明 这是事实 我们教导他 这个形象 就是证据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讲 你们说 有没有真正 得到佛法利益呢 看看你的形象 你相貌有没有改变 你体质有没有改变 相貌体质没有改变 那其他都不必说了 为什么会改变呢 向随意心转 体质也随意心转 佛法里面讲 不但讲体质 境界随意心转 境界是整个大的生活环境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你真正学到了佛法了 你就能转境界 你不会被境界所转 境界里头 第一个就是相貌 就是体质 你这个身体还有病 还常常去看医生 还常常需要吃什么补品 佛法真正殊胜的利益 你没有得到 为什么没有得到 你没学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个学问是实学 实实在在的学问 一点都不假 绝不是谈权所谓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你这个学问多么重要 所以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实验 我们有把握 有信心 帮助一切有缘的老人 这个佛法讲缘 有缘什么 你能信 你能接受 你能够学习 有缘 肯定度过美满的一生 而实际上 许许多多的老人 他在这一生当中 有许多宝贵的经验 有许多宝贵的心得 没人跟他学习 没人跟他学习 那我们这个退休生里面也是学校 老人可以开阔 教什么呢 只要把他一生当中 工作 工作 除世代人的经验 教导后人 这个过程 内容就相当丰富 不需要教课 不需要教课书 口授 我们落音落下 然后整理出来 就是书本 就可以出版 他高兴 他肯教 他要把念头转到这上面 他就不胡思乱想了 他身体也健康了 他也会长寿了 身心快乐 退而不休 这个社会这些行业里头 不要我了 我还有事情干 还有许许多多年轻人需要我 这些知识学问 一般学校学不到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这个扩 经常开这个扩 我们把开扩这个消息传出去 有兴趣学习的人 希望他到时间 到这个地方来学习 是老人 他敌 学习经历 可以在这个地方传给后人 那么在最近 昆斯兰大学 有一位老教授 退休了 今年74岁 这个老教授 一生 祈求和平 他反对暴力 反对仇恨 反对报复 他主张用德心 用爱心 去感化 这一些 执着的人 那么他想在学校里面 讲这些课 学校不接受 学校说 他这些人 这是理想主义 不能解决问题 不愿意开他的口 他跟我谈起 我说 这个理念正确的 古今中外 圣贤的教会 他的目标 无非是教人 转悟为善 转迷 转迷为悟 转敌 敌人 转敌为友 把敌人转变过来成为朋友 把冤家对头转过来成为自己最亲密的 同志 同志 这是教育的成功 这是教育的目的 中国古神仙仙常讲 精尘所致 精尘所致 精尸为开 世间没有不能转变的 卧人 卧人他为什么做卧呢 他那个情节里都化不开 你要用真诚把它化解了 变成好朋友 所以我们要肯定 人心本善 这个理念比什么都重要 你能够肯定人心本善 你就知道世界上没有人 正如同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从事于教育工作 要没有这个理念 你的教育成就有限 你不能解决难题 所以 退休村是老人学校 这里都不仅是老人 也有年轻人 也有小朋友 人生的学校 不论哪个阶段 我们这个里头 都有很丰富的东西 能学到 那么这样的退休村 老人一变 真正有价值 真正有意义 我们参观许许多多 这个老人福利事业 我们都感觉里面很多的遗憾 有很多的确定 我们参观了 他们的长处 我们全部要学习 要保存 所有一些的确信 我们通通改正 我们来做补充 那么这个设施 那就是大圆满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 先要有得益的培训 在这个机构里面 要用什么样心态呢 孝子贤孙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礼仪要搞清楚 搞明白了 甘心情愿这样做 这是什么呢 报父母之恩 报师长之恩 报佛恩 报众生恩 所以你要不教 不讲 讲得不够透彻 不够圆满 这个报恩的心生不起来 真正透彻明了了 才知道 知恩报恩 孝敬之心 油然而生 这个里面工作的人员 跟其他的地方人员 不一样 所以 能离道德的教育 天天不中断 所有工作人员 每一天至少上课一个小时 因为他们有工作 所以这一个小时分走两节 上午 上班之前上半个小时 下午 下班之后上半个小时 天天上课 天天讲 天天劝 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提出来研究讨论 帮他解决 这是对所有的员工 你不教 你不教 他怎么会懂呢 治理 这个小机构 如是 治国 也不例外 我们在典类工 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 清朝 最盛的时候 康熙 永振 乾隆 经常 离情 有道德 有学问的 这些人士 在宫廷里面 讲学 皇帝 带领 大臣 文武 不关 在天阔 那么他们 学习的范围 不外乎 儒 舍 道 三家了 佛法里面 请高僧大德 儒家 请这些大儒 道教里面 也请一些道长 常常讲 不断的讲 所以才能够 造成一个盛世 没有离开学 我的老师 离病男老 就是 他给我们 做了好母饭 他一生 不生病 身体健康 97岁 往生 他什么时候 停止 讲经呢 往生前两个星期 教学 停止 往生前两个星期 那是我们的好榜样 那是我们的好榜样 现身说法 做出样子来 给我们看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知道 向他学习 人家 人家为什么会做到呢 一生当中 没有 老病死的念头 没有 一生当中 念念 恢复传统的 道德 教育 所以他在台中 三十八年 天天所讲的 如更佛了 同时弘扬 我接受他老人家的 熏陶 是你 他的心思 他的思想 他的理念 我懂 我可以说 他所有学生里面 对他思想理念 了解的最深刻 最多的是我一个人 我学到了 一教封信 所以我 今天很多同学 见到我 其他的也不知道 至少看到 我这个身体状况 能跟老师 差不多 如果聪明一点 他也体会到 这是果 果 果 差不多 那音 就差不多 我亲经 李老师的时候 李老师69岁 我跟他十年 他在七十多岁的时候 像我现在这个年龄 也没有花了 看报纸 没问题 查字典 看得 词缘 词海 翻开 他一段一段 念给我们听 不要戴眼镜 尔木聪明 这是现前的果报 这个就是修学的成果 拿成果表演给人看 希望我们将来退休村里面 所住的人都有这样好的成果 年岁大 不老 就跟许哲一样 一百零一岁的年轻人 我们这个退休村成功了 故故都是八岁的年轻人 今天我就报告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